正宗的少林武僧终于出山了 台上重拳铁腿将黑人选手手臂打骨折 一龙现场亲自制招 说起少林功夫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武侠电影中 少林功夫都占有一席之地 而本次这位少林武僧名叫一虎 曾跟一龙同属武林风 是少林寺方丈士永信大和尚的弟子 不仅受过巨族界 还被封为少林寺第34代佛门弟子 而他本次的对手是法国黑人选手达蒙 年龄25岁身高1米86 看着比一虎要高出半头 占据了不小的身高必长优势 下面就让我们一看看 武僧一虎是如何立刻法国黑人选手的 比赛开始后 两人一上来就打得十分激烈 你一拳我一腿相互对轰 很快黑人选手就利用自己的优势 把一虎逼到了围绳边 接着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重拳猛攻 一虎健壮不得不严加防守 并用低扫不断攻击黑人选手的小腿 摆脱出来后的一虎继续使用低扫进攻 不断击打对方的腿部 一虎要反击了 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 反正双股水平一样 我觉得至少第一回合 不好判决 一嫂也有 但打盟的拳也很重 在第二回合中 一虎连续多个百拳命中对手 打得黑人选手节节败退 在追击过程中一虎又是一个大摆全命中 直接把黑人选手击倒独秒 现在黑人选手现在只剩下了防守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一个下钩 我们看到一虎完全放弃了防守 直动进攻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危险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 对手 黑人选手还是有反扑一击的能力的 那么一虎如果说这个时候不 不做好头部的防守 连续的前手摆拳 压少的一个后手的摆拳 第二回合结束后 黑人选手在场边向裁判示意 自己手臂出了问题 于是便弃拳放弃本场比赛 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的初步检查 黑人选手手臂被打骨折 不能继续比赛 最终武僧一虎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阿布的手伤已经肿了 已经肿了 这个初步半段是骨折了 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结果 请阿布下台休息 一虎是正儿八经的少林武僧 侍奉方丈的 侍奉方丈的 正儿八经的少林武僧